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破别两年再次举办的大马国庆日大型庆典 8月31日吸引10万民众前来激情管理 场面是人山人海非常壮观 而在庆典结束后 吉隆坡独立广场附近的场景也一样壮观 哪里 看到这场景还以为这里经历了什么灾害 吉隆坡市众局为美化结井 而种植价值大约62万令吉的绿化植物 全都被践踏得毫无生气了 根据市众局在面子书发布的视频和图片 不少围观国庆游行的民众 直接走过或站在市众局种植的绿化植物上 令市众局不禁感慨 民众有爱国情操是好事 但却用错了方法来爱国 而另一位网民更直接拍下 他在观看国庆游行期间 前方一名男子三度折断树枝的行为 他说观看游行的视线并没有被挡着 但男子却动手破坏树木 让他和周围的民众大为震惊 只好拍下视频 提醒公众应该更好地保护公共财产 否则就不要抱怨 大马为什么没有美丽景观 那金龙坡市政局目前已经在努力收拾残局 更换损毁的绿化植物 对于市政局的抱怨 网民却出现两极化的反应 一些人谴责践踏路旁植物的民众 但有人认为是当局没确保有足够的空间 让人们见证大型庆祝活动 谁是谁非 南下定论 只能说在这起事件当中 最可怜最无辜的还是花草树木